在2021年2月26日 吳曼达因为肛癌而离世 不如我们一起去画面一下吳曼达先生的心平吧 吳曼达先生他在五岁的时候也来了香港 他当时可禁离香港的时候 读书的成绩是非常差的 后来经家人的赞成之后 就入了无线演艺训练班第三期 而他和周星馳也演过无数的喜剧 虽然他一直都只是演配角 但是达叔在访问中也提过 就算只是演配角都有他的价值在 所以都一直很用心地演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他是有两个唯一 达叔第一个唯一 就是在1975年的时候 凭着无线剧集《民间全期》 做过唯一一次的男主角 而第二次唯一 就是在1991年 和刘德华合演的《天若有情》里 拿了最佳男配角 之后他在金马祯和金像像 都被提问很多次的男配角 而且他还被以为是香港最贵的男配角 而达叔他在早期1979年 憑着《楚留香》里面一个 胡铁花角色《一炮而鸿》 达叔的代表作一定要革命《风云》 《风云》里面做了一个村民的角色 因为喝醉酒而强姦了《王兽》 这部剧一出的时候 其实全香港都对他恨之入骨 但也令他一炮而鸿 你知道达叔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电影明星吗? 外国我知道他喜欢浪费来到的 香港呢? 香港就... 不知道你也帮我说 是柳德华和周星馳的 好像张海优都有 好像张海优都有 对啊 瓜子啊 我们小时候已经看了吴曼达和周星馳演戏 但是其实你知不知道 他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做剧剧的演员 那是做什么呢? 其实他之前都是做一些很悲情的角色 直到1989年 他就搬了去和李力慈 就做了街坊 对啊 做街坊做邻居 所以就常常跟周星馳和李力慈 吴曼达三个 就常常在茶几里认试想对白 是的 而之后李力慈就觉得 达叔和周星馳 其实他们两个可以拍在一起 做父子的角色 所以就衍生了 《他来自关乎》的一部剧 然后达叔 其实他第一部画 他最深刻的电影就是《导星》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导星》 是他和周星馳第一部合作的电影 所以他觉得最深刻 也觉得是很好笑的一部电影 其中有一幕 就是说吴曼达被周星馳一拳打下去 之后 他一幕就结束了三十次 有这么多的组织 是的 很花姐的 是的 那 瓜子 听闻周润发和吴曼达都很相当形式 这件事你知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他当时都是在第三拳的演艺研训练班里出来的 而且吴曼达比周润发更加做速度 其实吴曼达当时也透露周润发是太高 很难找到女主角去配搭她的 所以TVB也将她摆在一边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当时达叔有问周润发借钱 是的 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问他借钱呢? 其实吴曼达在很多访问都提过一下 是的 那我就说很简单 不再说一次了 其实当时 周润发他就跟吴曼达 他们就拍一部剧集 那周润发就是做第一个男主角 而吴曼达就是做第二个男主角 那吴曼达就觉得自己很威力 很有价格 再加上 他又 因为他找到钱 那他又喜欢难道 他又认为赌钱 赌钱 赌钱 那就赌了很多 那之后他就决定他开张讯源卡 就打算去买黄金 再去半边禁令还债 是的 但是就被信用卡公司的人知道了 就凍结了他的账户 那之后他再加上 他又不停地问朋友借钱 那些朋友都借到 没得再给他禁令 那之后他就觉得 不如找找周润发 我跟他这么老友 加上周润发那时候已经红了 我找到很多钱了 但是周润发知道 他这个是一个怀疑 他是改不了的 所以就决定狠心 不借给他 希望他可以自己想得通 那之后 吴曼达那时候 都不知道周润发为什么要这样 不借给他 是的 那他想过责赌 但是因为最后就怕了 所以就不敢死了 那就是1983年的时候 他就申请了破产 那在这几年里面 破产产的这几年里面 他就重新改过 就真的重新学习 为什么去做一个演员 而之后就完成 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吴曼达了 哇 其实八叔整个过程 整个人生 其实是 很励志 像坐过山车 由他不停倒 到借钱要还债 到破产 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 亦都经历了很多朋友的信用 但是呢 正正因为他破产 在这四年里面 令他讲过自身 他人要有低作气 由一个小演员 甚至是 从小鸡蛋 开始 他就无论说几句对白 就算只说一句对白 他都很努力去专业 他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其实这个行为 这个心态的转变 令很多导演 监制都令眼相看了 说到达叔 其实很多人都会记得周星驰 之前很多人都说 吴曼达和周星驰不和 所以后期的电影 都没有去返 其实吴曼达 之前已经澄清过 他和周星驰是没有不和 大家的心目圈子不同了 曾经周星驰 也有找到达叔 去拍《功夫》这部剧 就是当时 那个剧人就不到 才推了周星驰 去到周星驰 拍美人会的时候 再找达叔 但因为他的身体状况 已经开始出事 所以才不严 其实曾经说周星驰 是一个很严格 很严谨的人 对所有语言也很厉害 其实吴曼达也有澄清 帮周星驰有澄清过 始终是他的朋友 其实吴曼达对周星驰的理解 周星驰不是说有心要 全部都要禁止你 罵你 只不过他真的对这部剧 是很执着 很投入 很认真 所以他的语气才重了 令到人可能会不舒服 但尤其是语气重了 有些人其实都接受不了 才会觉得他 哇 周星驰是一直在骂人 说他经常都 哇 脾气不错 你要求 他真的听到很多 但其实他没有罵过达叔一句 完全没有罵过达叔一句 反而是达叔在中间做协调的人 做和志佬 谁跟周星驰不和就做和志佬 令到很多监制 监制 演员都可以真的互相配合 没错 那八角颜石 你看到达叔这么多的心情 他的心目历程 他这么多的劲气 你有什么的得着呢 有的 其实因为我自己本来是去Benz 都看了他很多个访问 他在其中一个访问 说了一段很深刻的说话 他说做人就不停在怀面过去 就算你是多成功过都好 多风光过都好 如果你只是常常怀疑过去 停在那个位置 其实你前进不了 是 移动不了 是的 所以他说一定要生成自己 是一定得的 那你就要成功了 很勵劲 都很深刻 对我来说 我想他有一句说话 令到我很深刻的 就是他说你人生只有一次 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一定要做两三样东西 它令你自己很骄傲 才可以对得住你的人生 没错 还有阿达哥 真是达叔 是的 是的 其实他是很敬业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阿达叔他一次拍碟造型 海报的时候 是否心中病之间 是的 很痛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而终止拍碟 反而还要坚持拍下去 原因就是因为 不想耽误其他演员的时间 摄影师和导演的时间 还有不想耽误 是的 他在最后的时候 还要和所有人 深深地谷了我共 去为了自怯 真的觉得自己很对不住大家 是的 那在最后的时间 不如我们一起回顾一些 阿达叔的一些爆笑的片段 不要 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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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聂子 不是啊 阿叔 不要出去 不要去 三宋 阿达叔 阿达叔 更冷 你惹嗎? 幫我留下 什麼人? 是啊 你沒事吧? 沒事, 有什麼? 你呢? 沒事, 有很多藩鑊保留出來 是啊 為什麼? 不知道, 走了 正經 你什麼學習? 知道, 行! 保神師父大人, 敬啟者, 小弟摩摩星 大叔, 你有新紀嗎? 別客氣, 正經一點 小弟摩摩星, 行年廿七, 一事無盛 行好心術還算良靜, 願恰師父你收我為徒 讓我有一記旁身, 他日行走江湖, 錯強扶藥 為社會服務, 為國家捐他 為自由, 愛自由, 自由萬歲 很棒, 很棒, 很棒 好嗎? 好 可以寄餅帶過去 什麼寄餅帶? 現在是你拜師還是我拜師? 一會兒我就會躲進房間裡 硬硬腳指引做事 不囂張他一囂張, 怎能對得起自己 我失戀了 成績, 還要輪到我 你失戀了, 我失戀了 你失戀了? 有沒有可能? 你拍過拖嗎? 沒有 就是 你不有理 不有 各位大哥, 會人有三支, 千萬不要爭吃 你吃 你老豆的神威嗎? 我就是想 有這麼多老豆我還要做嗎? 這些全部都是我演的拍檔 有麵吃… 要吃自己煮 要吃自己煮 不是吧, 吃自己 都還可以 吃自己犯法 你說有多少個拍檔? 九個 有十個神子派 那當然要多遇一個半個 看誰不幸運, 再貼我輸了 有用也好, 沒用也好 以備不時之需 你不介意嗎? 什麼事介不介意?你說什麼? 不明白 不明白也好一點… 英年早逝真是知道 你吃麵, 我出去吃飯 記得做功課 明天還要上學 你這個瘋子 別頂…